4月27日 馬英九率團抵達上海 並赴南京 中共中央臺辦 上海市委有關負責人到機場迎接 據瞭解 馬英九此次來大陸記組 參訪 並帶領臺灣青年學生前來交流 將到訪南京 武漢 長沙 重慶 上海等地 馬英九27日出發訪問大陸前 在桃園機場發表簡短講話 馬英九說 這是他第一次到大陸訪問 等了36年才有機會 的確是久了一點 但我很高興能去 我37歲的時候 在政府裡面就負責處理兩岸事務 我今年73歲 等了36年才有機會到大陸去訪問 的確是待了久了一點 但我很高興能去 因為除了記組之外 也帶了台灣的大學生 到大陸去跟他們交流 希望透過年輕人的熱情 互動 能夠改善兩岸目前的氛圍 讓和平能夠更快 更早地來到我們這裡 報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